題目裡面有給我們這次數十五 高度十五,Enter 好,那角度的話要不要有角度?沒有,所以零度就OK按Enter 好,就擠出來,擠出來之後再來做薄殼 擠出跟薄殼我比較建議你可以切換到2D線架構 尤其是薄殼,建議是用2D線架構 為什麼?因為有的時候你要在早面的時候很容易碰到後面的線段 這個我之前一直強調 所以接下來薄殼,先把它切換到2D線架構之後 選一個實體,這個實體選一下 然後馬上給它一個面,面的時候特別重要不要點到後面這兩條線 點到這兩條線以外的面,其實就是這個面,但是不要點到後面的線 點一下,那會出現移除一個面 如果你點到這個線的話,它會變成移除兩個面,為什麼? 因為條線有兩個面 好,好了之後的話呢,我們就按個空白鍵 它會出現薄殼的距離,輸入多少呢? 5,Enter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再切到這個概念的這個形式來看一下 如果裡面呢,也有被挖空 你按SHIP的鍵呢,把它轉一下 看一下裡面的也挖空的話 那表示說你這個地方沒有問題 已經挖空了 好的話呢,再切換到東南等角 OK 切到東南等角之後的話呢,底下會有六個這個角 那角的部分呢,其實也蠻好做的 因為它是在那個XY平面 所以你其實陣列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從XY這個地方去做陣列就好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把這個 這底部先畫出來 那底部的部分的話,用畫圓的就可以了 從這個端點 外面多少呢?外面是16 Enter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按空白鍵 在這個端點上面點一下 那裡面這個地方 16加 再來就8 那這個外面這個是我們用 用那個擠出的好了 擠出 它擠出多少? 空白鍵一下 往上擠出 5吧 對不對 5Enter OK 那裡面的部分呢 現在 可以切過來 其實可以從外面或裡面都可以 或者是說呢 你再切到2D線架構也可以 OK 那這邊的話,再擠出 那選這邊